你真是不要脸的捡东西 十年前你要是选择跟着我 怎么会落到这种田地呀 怎么做 才能放到我老婆 爬过来 慢慢爬 我要 徐和尘 你怎么做 不要 不要 哈哈哈哈 不要 是这风银的徐家老大 你当着大家的面说 非得高 我是你的狗 不要 我是你的狗 叫你放好老婆 我叫你一条狗 没有资格和我看天 杀了 李幻章 你疯了吧 你疯了 我要你死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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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季大作运动给今天的在北京榮中开幕 十一届演员会 一九九零年我吹月了 哈哈哈哈 怎么样 清醒了吗 想起来 卢屋的地气放了 知道吗 三姐 别跟这个非误纠缠 他不说 我就打到他说了一句 不要 谁 我求求你们别拿了 哈哈哈 川儿 你爸妈走了以后 你都吃我一把屎一把 就把你拉着蛋啊 你不能怎么追来我们呢 说什么 你爸 我爸 你爸 妈 哎 儿子 你们俩从小就在一块长大 这人下属这么狠 啊 才 您做什么 我跟您才是一家人 儿子 妈 你爸 你等着看 这口恶气 我一定把你出来 你不要加低血 四方淋头 开嘴 你现在哪 说 哈哈哈 你当笑什么 小才爷 英明一世 却为一条疯狗 骗得团团转 你 住手 你说 谁骗 此话怎讲 才爷 你身为我们家祖宅 值多少钱 三代禁士 百年老 至少 十六位数 错 一文不值 什么 院长 一旦徐家长大 难道你没告诉 才爷 徐家落魄 谢于秀山 楼房起进倒塌 你竟然把一座威楼卖给才爷 你适合居心 你胡说八道 才爷 只要咱们拿到徐家的底线 导手卖给徐家上 咱们就能挣十五万呢 你说 说 啊 刚刚 徐家的老宅 啊 果然记忆没有出错 就和上市一样 九零年九月一日 徐家祖宅清他 蔡元 我 我是震动的地气了 肯定是这条子 不愿意交出地气 故意耍不发气 难不成 我让你走未来 设下圈套 我只知道 我那十几万泡汤呢 这些人 谁有本事给我挣回来 这 我就不跟他算 我能我能 蔡元 我能救呢 给我两个月 一定交给 信息的 我怂了 三天 十五万 疯了 三天起 怎么办 干不干头 如果三天 我涨到十五万 你等一下 给我铁鞋 交易上帝 不住 我还怕你长 如果三天之内 你这么听话 我这财亦 鲜鱼头髓 好 你小子别耍赖 林昌 冬手 劝 劝 劝 时间到了 你拿不出钱来 你就等他给你老娘收尸吧 如果这小子要啥手段 走 三天 十五万 听牛谁不会啊 就让我告诉你 我林昌 在江城市首领通天 也不让我拥有这一块钱 也好 那我兴趣吧 儿子 从今年开始 要呢 就是我的天下 放开我 我不认识你干嘛呀 你臭婊子 你去那麦身借给我了 必须把我公会 你去安復 你去那麦身吃花 你干嘛呢 谁他妈的我妈的做事 你他妈的谁啊 大哥 救救我 月月 真的是你啊 李冯夕 有我在 谁伤害不了你 算你狠 等着我去找人 滚蛋滚蛋 谢谢啊大哥 徐婉正 你自身难保了 我还想进行准备啊 你为了你的战监女 不惜得罪 妙节的龙臭浪蛋 不想胡了 我不是战监女 他们说给我介绍工作 就把我拉到按摩店里 这女人 这我在 谁也欺负不了你 你们俩认识 不但 谁敢从我淫虎帮阿豹手里 想人呀 就是他 他小心扣下我的行李 还想霸占我 还愣着干什么呢 绑了 大哥 大哥救救我啊 大哥 大哥救救我啊 大哥 哟帅哥醒了 没想到你的命还真硬啊 被打成那样 你居然还能活下来 大包 你一下手可不听啊 太爷 我是真不知道这条了 还和您有十几万的生意 不然我也不努力 他还下手 太爷 这事 你管他 要组织您挣钱的 恐怕 六级 明昌 明昌 是不是我太纵了你了 你也想骑载货载 再再纵了他 哎呦 哎呦 我是最了解他的 以他的能力 给他一百年 他也挣不到十五万啊 谁说我整个 哎呦 我家祖宅的牌边里 躺着战国时期的核实地 他应该马上就送过来 去 啊 徐老弟 深藏不漏啊 哎 还弄着干什么 叫二哥啊 二哥 叫啊 二哥 哎呀 徐老弟啊 那咱们十五万就一笔勾销 以后里有什么富贵的买卖 需要我帮忙的尽管开口 还言 那我就都带 向您要两个人 那两个人 鲍哥在庙街 首线通天 有他在我身边 不便做事 他就鲍哥 至于林昌 我跟林昌情同手 有赚钱的买卖 自然忘不了他 徐二哥的事 就是我哈报的 银狗 二哥大人估计小事故 还愿意带着你抓他 哎呦我赶紧歇一下 习乱爹 习乱爹 那接下来 你想怎么做呢 你把核实币 借我用一下 哎 哎呦 这欲弊是假的呀 啊 你他妈活气了吧 这把核实币 的确是不值钱的流离 通过颜酸 情报信息 再通过延熏的方式 将其表面作久 不过在这种地方 就算是高手 你见 姓徐的 你敢骗我 林昌 难道你没告诉蔡爷 徐家的祖上 是做什么的吗 这么说怎么回事 蔡爷 徐家的确是作家的高手 手艺精湛 只不过到他爸那一辈 竟被击手了 我爸是不作 但是手艺还难 我听说 下周将成家运会 会来很多老外子子孙来逃 哇 啊 你的意思是 以假乱真 赚怪逼啊 当年他们从老古龙手上 强奏的东西 这笔账 该算一算 你赚钱 我出去 就自己 哈哈哈哈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哎呀 没想到 徐老天还是个性情中人啊 好 那我这十五万 就算够在四美里的厚礼 一周 一百万 这个被冲 这是什么 跟那假货来先 我就要给你一点厉害 不然我手下怎么服我呀 好 一周 徐文章 这么短的时间内你能做出来吗 你想死 也别拉着我一块死啊 要不是我开口 你早就死在了蔡爷的手下 跟着我做事 想活命就闭嘴 你别忘了 你妈现在还在我手里呢 抓住我 你们把她关哪儿了 如果她有什么事 你先不先 现在我就要你的命 你先别着急要我的命 放心 你妈现在很安全 你答应帮我除掉阿宝 等那孙子在 我在蔡爷面前永远出不了头 这不是徐大哥吗 今天怎么有空来了 被你们关起来 女孩关在哪儿了 他可是暴哥的人 姓徐的你别不是好歹 元月 大哥 大哥救救我大哥 元月别怕 有我在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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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让开 把他留下 其他的好商量 我让你让开 徐老二 你当着我手下的面抢我的女人 我阿宝以后混不混了 我原来 四好 半筷 你周一百万 自己都知也 没了财业 一百万五分 你是想让我对财业下手 你他妈疯了吧 一百二十万 哈哈哈哈 成销 我这人最侥幸 白纸黑色花样不过 他得 没点底呀 我怎么信你呢 他不是你我交易的筹码 你没有资格帮我看我 想挣120万的人大于你载 这段车是我选中了你 哈哈哈哈 在妙间还没有我妈报得不到呢 你 第一 不过徐老二我告诉你 你最好说话算数 否则别说才也 就凭我 也会让你在江城混不下去 妹妹 你男人可是一场猫子 现在不肯跟我 是 房间都给你开好办 妙街的人呢 只望我们挣钱呢 不会对我情意吗 一百二十万不是小数目 借点钱你先拿着 看你收起来原来坏人看呢 你拿着吧 这个钱是我开火锅店的启动资金 要没有你的话 我扶您看了那门子怎么进去 我说老梁这么大卫力 怎么还不动于衷 原来是找了个有钱的 又是你 好你个忠心耿耿的小白脸 给我打 我先走 好他因为这么快就反悔了你放心 以后跟了报个保证你吃香和辣 最近帮我救一个人 你以为那些杂事了 他们是你的手下 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我下屋来财 不给他点教训 这些年我在烟谷帮岂不是白红吗 妹妹 钱拿回去 这点钱 你到底怎么样啊你 哈哈哈 很简单 哎呦 那个人 那个人 我是谁 在那边 你 你 一切都在我的 下午 這中間怎麼會這樣 許老弟 什麼事兒 阿爺 跟你說句實話 這一周啊 這一百萬我真的賺不到 拿不出來 你真的不怕死啊 阿爺 阿寶盤居妙街政 會做賈古董的可不只我一個 賺外幣的確是大買賣 但是有些人看著眼 有他在 這一百萬我根本就賺不到 你的意思 他是想獨佔市場 對你下手嗎 不信咱們打個頭蔡爺 等我走出這個門 不到一個小時就有人最有福氣 那個就是你手下的豺狼野心 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有了七七的二十萬 欠人主意打在我的頭上來了 蔡爺你聽我解釋 是徐幻章這小子騙我 蔡爺 是我不同意 他就找人打我 幹嘛幹嘛幹嘛 徐老弟現在是我的錢袋子 如果你敢動他 我已經留他你 你啊 你啊 徐老弟 這是咱們之前說好了的 謝謝蔡爺 不用高興的太早 一馬歸一馬 欠我的一百萬的債 一個星期之後 我見不到錢 哼 你的下場 會比他更慘 好嗎 做得很好嗎 下去我嚴望吧 一周一百萬 哈哈哈哈 你做夢呢等死吧 日常 發誓 殺你不得好死 哎 哎 媽 是兒子無能 那個 我還讓你受苦吧 浪漫的日子 毛利 不張眼的狗東西 跪邊去 去 哎 哎 老實 哎呀 我死不死 會打得小心 藏著點 三次 我還得別人過來了 沒什麼吧 一 兩 我們要翻身了 去買家 實話告訴兩位老闆 這間鋪子 可是搶手得很 當初剛修好的時候 人家廟街的報告就來交了定金 要不是最近聯繫不上了 這鋪子怎麼可能會空出來 行 就這間了 這是三萬 咱們再看看吧 看什麼呀 別說這間鋪子了 過不了多久 整條街都是攤的 這間鋪子 兩位老闆 剛才 這邊已經有人加加到五萬了 你怎麼這樣啊 剛說好了三萬的 你們又沒交定金 又沒簽合同 誰交的錢高 我給誰啊 那你 五萬是吧 我出六萬 你瘋了 他們總共算十萬 你聽我啊 這邊已經 又有人加加了 總共十萬 對方加多少我跟多少 我奉陪到底 恭喜徐老闆 這間鋪子歸您了 這誰啊 老李那些人說的果然沒錯 豹哥竟然把髒款真的藏在這 這一箱金條值多少錢啊 在這個時代 應該值五十萬 但咱們怎麼變現呢 這拿到市場上 肯定會引起才藝注意的 我呀 就是想讓他們知道 這項金條的存在 他們不是喜歡賭賣不懂嗎 我要以欺人之道 緩治欺人之身 請問徐老闆在這裡 老李 你回來了 大哥 你還要回來幫忙 我肯定要回來啊 林月 我給你介紹一下啊 這就是我從小在外地上學的 我的青帝阿榮 接下來 從計畫當中 最重要的男主角 哎老闆 說郭董不 說 進來說 哎 把你東西拿出來看看 那不行 你個土豹子 要賣就賣 不賣就滾蛋 老子還不賣了呢 狗眼看人爹的東西 哎哎 你把你那東西撿回來撿回來 你把你東西拿過來啊 你這東西還不錯啊 還有嗎 還有更值錢的呢 啊 還沒拿出來呢 那我見老闆 口氣還不小 走吧 小老弟 哎 你怎麼稱呼啊 這些東西 我全要了 猜個價 5萬 5萬 成交 多少 5萬 我還以為只能賣個500塊錢呢 說好 這是5萬 我跟你明說了 你這些東西 是值不了5萬的 我買的是信息 要是我沒有看錯的話 這個是 銀器 哎 小小姐 你也在裝那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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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 什麼是搗抖 俺也不知道 這個是從俺家族屋地裡挖出來的 老闆 你要是喜歡 俺家族屋地裡還有各成老虎形狀的金疙瘩 那上面的圖案 歪歪扭扭的 是嗎 我這還有照片 來 老闆 您瞧一瞧 何時的 這個世界是真好啊 這麼整理的東西還沒有提見 啥意思 之前不 啊 哎呀 這個照片是我 也看不出什麼東西 哎這樣 如果 你帶我去你家 如果有我需要的 我轉就給他買一下 怎麼樣啊 按這就回去收拾東西 這就帶你去 嘿嘿 哥 魚上高了還送了咱倆五萬塊錢 村裡都搭電好了吧 按計劃一下 大哥 你怎麼好像變了一個人似的 更成熟 更穩重 膽子也大了不少 小弟 小弟 放心吧 以後有大哥在 我會讓你們收半點兒為止 哎 你怎麼才來啊 才也 我都等你老半天了 收拾好了嗎 走走走 咱們出發吧 哎 先坐 先坐 啊 幹嘛 去不了了 怎麼回事啊 咱們不是收好了的嗎 什麼爺爺 啊 我懂了 這兒是兩萬 就算是咱們 叫個朋友 等到了那個地 我再給你兩萬 走 打謝啊 是這樣 蔡英文 咱們村裡人說 咱們祖地裡挖出來 寶貝掙了錢 現在非說 人人有份 現在霸著俺家田和屋子不讓動 我以爲什麼難事兒了 今天遇到我 算你找隊員了 老哥我呀 倒賣宅基地 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你挖出來的金子 那個老公里的地氣 還在你身上啊 那是祖宗的東西 賣不得 大錯 特錯 大錯 特錯 小老爹 你聽我慢慢跟你講啊 老宅基屋啊 第一 你是沒有錢來修善的 第二呢 也沒人來看管 如果你現在出手交給我 你還可以撈上一筆錢啊 如果這個房屋 塌了那個田園也慌了 到時候你就是白送給人家 人家也不要啊 這樣 年幣帶屋 和屋裡的一切家具 你 開個假 才爺我 包圓了 哈哈哈哈 好吧 那我就吃點虧 一百萬 你說啥 一百萬啊 一百萬可不是個小數目啊 在城裡都可以買下一條街的店鋪了 本來 我們打算敲摩留著的 還有好幾個 才爺您看看 這才是一百萬 好 一百萬就一百萬 才爺 那塊麒麟金牌 要是放在市場上 總拿至少支百八十萬啊 特別是那個 和氏幣 那可是有市無價的 爵士珍寶啊 可是咱們 花的是一百多萬的真金百银啊 這個你放心 這地氣都在我手裡 那個人 也沒必要再留了 敏昌 你知道我為什麼一而再再而三的留下你嗎 因為你 你阿暴聰明 而且你又是我藝術栽培起來 我這事兒就是做成了 他的位置你來坐 哈哈哈哈 謝謝蔡 記住了 下室 趕緊 別再讓我失望 阿榮怎麼還沒回來啊 他不會出什麼事了吧 他能出什麼事啊 他只要把金磚拿給蔡爺 我就不相信蔡爺的東西 哪有人拿一整塊金磚 也練成假古董去騙人 你這本事啊 也真是毒一分 這叫捨不得孩子 逃不著狼 再說了 這孩子本來就是鹰虎帽的人 借別人的風 造自己的事 這才叫真本事 雲雲 你看看這個火鍋店的布局 如果沒問題的話呢 等錢到了 我就喊工人開始裝修了 徐大哥 你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花那麼大的金錢和精力幫我開店 我都不知道怎麼報答你 爺爺 咱們之間啊 不談什麼報答 你就當是啊 我上輩子欠你太多 這輩子還債來了 再說了 你的火鍋店經營好了 我也跟著掙錢呢 哥 到手了 哈哈 不是說旅店間嗎 怎麼到這兒來了 一時興奮 忘記 一時興奮 忘記了 老槍 你的東西拉店裡 哎讓我給你送過來 把門開一下 哎 大哥 有話好說 別廢話我不想跟你廢話啊 大哥 你放一碼呗 哎讓夫人 感覺很密 這兩大錢給你 給我 給我多少 平時 怎麼著 啊 啊 啊 林昌哥 好久不見 貪財物事 這教學你還沒忘 去 啊 一場 我們的賬回頭再算 才也把我們立下絕路 啊 我們就送他一程 你怎麼說 怎麼送 他輪不到你管 怎麼是你啊 林昌呢 你手下從我這裡搶走了兩袋子錢 啊 現在錢也沒了 地也沒了 這個賬怎麼算 你放心 你的錢 我一定幫你追回來 追回來 啊 就知道你們城裡的不安好心 還好啊 你不得一聲 俺地裡的東西早就被俺挖起來了 你現在手裡面這張地器 一點用都沒有 你寫寶貝 拿一把把給我換 一百萬 誰搶你的錢 你就找誰去啊 俺不管 他是你的手下 你就要負責 你還想要金子嗎 你不想要金子啊 就賣給別人 狗日的 最凡你們城裡的不講信用 殺死算了 別別別別 小君 我要 我我全都要 這樣 您數個地方 咱們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今晚十二年 你把一把把放在江邊第三個垃圾桶下 然後在這十個樹下 俺把金子埋在那 別跟我爽花樣 你跑到片岸海角 俺絕對讓你屍不了 都這走 把凌層這個廢物 給我找出來 我要見人 屍要見屍 我發達了發達了 發達了 我走他 哎呀 我走他 這這不是我的東西 兩百萬而已 接下來 江城要變天了 張姐 里邊請啊 哎呀 徐老闆 徐老闆 徐小弟買到我們整套街 結果發了財 別忘了我們該房鄰居哦 那是當然的 不過呢 老闆是屍小姐 啊 我只是打麻煩 哎呀 恭喜恭喜啊 謝謝謝謝 里邊請啊 你周豪傑呀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喝上兩位的洗酒啊 曾姐 里邊請啊 多吃點啊 為了開這火鍋店 你出那麼多力 錢也是你出的 明明你才是老闆 當初在我最落魄的時候 能拿著全屋身邊來嗎 我為你做點這個 根本就不算什麼 你是我來江城後 第一個對我這麼好的人 何況你還是我救命恩人 爺爺 我們之間不談恩情 如果你願意 我願意一輩子對你好 不求任何何匯報 爺爺 你願意讓街坊鄰居喝我們的洗酒嗎 我願意 徐大哥 好久不見 真沒想到 我這一回國就能喝上徐大哥和嫂子的洗酒 還真是有緣啊 什麼回來的 我以為你定居在國外了 表哥在國內的生意需要幫手 我就回來了 聽說你把這一整條街的鋪子都買下來了 怎麼不早點說 我好讓下面的人給你打個折啊 這一條街原來是你的 我表哥在早些年的時候盯上了土地開發 整個江城大半的地皮和商鋪他都投資了 你們很有眼光哦 這條街 這條街未來的商業價值起碼這個數 一百萬 這麼多 我們當時買的時候也不過五十萬 他說的是一千萬 幾年不見你變化挺大的呀 咱們以前在一塊的時候 怎麼不知道你對投資感興趣 你表哥是搞房地產的 能幫忙引荐一下嗎 是啊 小偉 你表哥確認手 我哥這麼聰明他肯定能行啊 他可是憑真本是 從一股房那邊 用手放了兩百萬出來的 阿榮 徐大哥 買賣商鋪只是最入門的投資 我們現在做的 可不只是一兩百萬的買賣 我有理由懷疑你的實力 我有理由懷疑你的實力 你說吧 怎麼樣才可以搭上你表哥這條線 掙到五百萬 向我證明你的實力 五百萬 謝謝 這事不急 等你掙到五百萬的時候再來找我 想必那個時候 我表哥也會很期待和你見面 好了 剛回國身上也沒有現金 這張存折禮有二十萬 就當是給二位的新婚賀禮 密碼是你的生日 那我先走了 好 期待 下 我送她 小微是我的初戀 她還有林昌 我們仨從小一塊兒長大 後來我去當兵了 她就出國了 我以為她再也不回來了 我去給你煮點醒酒湯吧 幾年客人多 難免不被灌酒 喝點身體舒服些 圓圓 難道你不怪我 感情哪有什麼對錯 你答應過我 你答應過我 會一輩子對我好 我相信你不會騙我的 再說了 男人要以事業為重 你如果真的可以和她表哥一起做事的話 我覺得挺好的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這一事 還願意讓我成為你的丈夫 說什麼胡話呢 快去忙吧 趕緊掙到五百萬 讓我過上好日子啊 一九九六年底 紫金山被拍賣 三個月後突然被發現 其中複藏著價值上千萬的未經開採的礦產 時間來得及 哥 山上值錢的樹都被砍完了 你買它做什麼呀 咱們就剩一百萬了 這你就不懂了吧 這紫金山呢 值錢的從來不是這山林 他的寶藏就藏在地下 上次跟你說報告警校那事 你準備怎麼樣了 我留在家裡跟你做的生意不好了嗎 還你打打下手 吼吼腿 士農工商這道理 我根本就不懂 才爺未抓是罪有應得 我們能活到現在全靠警察 要不然 早就跟阿寶一樣 喂魚去了 說起來 咱們明明綁得結結實實的 結果還是讓林昌就跑 才爺到現在啊 還以為是林昌出賣了他 才爺雖然被抓 但是影響力還在 林昌恐怕就松多吉少了 接下來是第13號拍賣品 紫金山土地所屬權 起拍價50萬 50萬是第一次 紫金山林業被砍光 只剩下滿山的垃圾 現在不過是一座毫無價值的荒山 50萬拿下 這一筆 本賺不賠 50萬 第二次 有沒有人出價 一百萬 林昌 他還活著 這位先生出價一百萬 還有沒有人出更高的 一百二十萬 一百五三萬 兩百萬 三百萬 行什麼 你行 我出五百萬 我出五百萬 五百萬 第一次 五百萬第二次 五百萬第三次 成交 五百萬每次荒山 盛藤集團是瘋了 女人哪裡會做生意 盛藤不如給名叫荒唐 我可怕 去掉了 紫金山 是我先看中的 你表面說要看我的實力 實際上 在竊取我的商機 做生意沒有先來後到 誰有錢 誰說了算 希望你沒有看左眼 能讓這紫金山 對得上就是你 對得上 我早該想到的 小微回來就是咱們怎麼聊起來 可是背後的間諜 銀昌這小子 為了台業 又找了新的投資 怎麼該怎麼辦 冰來降到水來止念 沒了這紫金山 你就不信我 怎麼了這是 山買下來了嗎 別提了 又結胡了 蕭薇這女人 太不厚道了 二總去小賣鋪 幫我買過煙 哥 你氣瘋了 這個煙票沒發呢 再說了 我一商店這個店 哪還有開門的 這個時代沒有臨受傷的煙 大哥 你去哪兒 去把禁的 大哥你去哪兒 去把禁的 李玥 李玥 你去哪兒 咱們這條街的店鋪啊 明天讓工人全部打通 我要創立自己的百貨公司 我要包攔 咱們全江城人民 所有的吃穿用度 好 人家 現在大家買東西都去公園商店 你拿什麼分子 要進來 拿新 拿貨品 國營商店 提供不了的服務 我可以 國營商店 滿足不了的需求 我可以 你相信 百貨公司 將是未來的大趨勢 它的前途無量 我不同意 咱們現在就只剩下一百萬回帝 你老老實實和零姐 好好回家經營好 咱們賺的也不少 你就是被蕭文娜女人迷了一眼 別趁天到晚做什麼 咱們才拒絕的 俗話說的好 站在風口上 豬都能飛 我們趕上了九十年代 改革開放的好時期 新的商業模式 將會改變這個時代 不管你做什麼 我都支持你 從明天開始 我們去找各大廠商 從福市餐飲 到日用品 全部找個遍 能找多少合作 就找多少 幾個月後的新年 我們百貨公司 正式開業 阿榮 明天我就送你回省城 考不上錦孝 別回來見我 阿榮 阿榮 你何必逼著阿榮當警察呢 我看得出來 他想跟你一起做事 你就給他個機會吧 你不明白 他跟在我身邊 早晚會出事 上一世 我沒有保護好他 眼睜睜看著他走上彎路 被當街砍死 我也被林昌陷害殺人入獄 這一世 我不能再讓悲劇重演 現在百貨公司有三十多個品牌入獄 莊學工人說 還有兩周就能完工了 那咱們還省多少錢 不到十萬 不到十萬 不過這些錢應該夠廣告投放 和給員工發工資的 阿榮傳信了嘛 他現在已經入學警校了 馬上開始訓練 如果錢不夠的話 可以先把這個店盆自死 這個店是你的夢想 你一定要把它經營好 在未來的二十年 他將會成為江城最大的龍頭餐飲 等百貨公司開業了 我要給你辦一場 讓全江城的人都羡慕我 盛大的婚禮 說得好說得好 盛大的婚禮 說得好說得好 此處應有掌聲 你怎麼來了 這不歡迎你 走 別著急啊老徐 你還是那脾氣 對了徐夫人 你們最近手抖的兩百萬 快花完了吧 我沒別的意思 我家來 就是給你們二位送錢來的 有錢賺 賺不賺 小徐 要不說還是你的眼光毒辣 紫禁商礦業的檢測報告出來了 小總他們做了評估 值一個億 一個億 想幹什麼呀 哪是我想幹什麼 是這樣的 小總他們呢 看好你們兩個夫妻的百貨公司 你只要把這個合同一千 一千萬 負毀你了 一千萬 回去給你的主人帶句話 想買我的商機 拿一個億 證明他的失業 不是我說 我說徐院長 你怎麼還是這脾氣 多少次了都是給臉不要臉 他能拿一千萬元 說明我有價值 不是 三姓家奴的哈巴狗 你能值多少錢 三姓家奴的哈巴狗 你能值多少錢 徐院長 你會為你說的這句話 付出代價 這句話 事辦得怎麼樣了 老闆放心 這家店剛開夜 小虎育做的食物的事是在握 行 你回去吧 老闆老闆老闆娘 我都趕失火了 怎麼了 這妖精都燃起來了 趕緊走快點 人力添麻煩了 所幸之外沒有人力散了 不過你那安全影響 要多加重 情媚的混贈 你們也別太傷心 什麼事啊 咱們的場地毀了 這已經是第15家工貨商 停止跟我們合作了 他們不能通融一下嗎 現在從頭開始 還兩個月 咱們就能正常一夜了 徐環章 徐環章 我找你有點事 爹 我去一下 聽說昨晚上百貨公司失火了 損失怎麼樣 不必假行行的 先禮後兵不是你慣用的伎倆嗎 我只斷人財路 放火燒鋪這種事 我不會做 我會給你一個交代的 你怎麼交代 你的工藝商 現在都成了我的客户 老實說 你的投資頭腦和能力 真的讓我眼前一亮 如果不是因為 你已經有了新人 我都要考慮吃回頭草了 你找我出來就這點事嗎 給你一個選擇 跟我做事 五千萬 喂 哪位 你什麼意思啊 我們不是談好了嗎 你怎麼臨時加價 蕭總 蕭總 酒廠那邊來消息了 有人要買斷咱們的經銷權 如果咱們再要跟他們合作 他們還要加兩百萬 煙廠要三百萬 一個破酒廠也要兩百萬 這些人是瘋了嗎 就是瘋了呀 喂 表哥 什麼 你要花一個億和徐煥章合作 咱們辛苦那麼久 全便宜他們了 便宜 現在蕭微啊 恐怕要被供應商煩死了 這些天我們鬧出了 這麼大的動靜 生意廠商的老狐狸們 都知道百貨公司 是一塊穩賺不賠的肥肉 貪心的人 想要壟斷市場 就必然會引起惡心競爭 那些供應商 嘗到了台價的甜頭 自然不會放過賺錢的機會 到最後 就是誰出的錢多 代理權就歸誰 所以從一開始 你就做好了拿不到經銷權的準備 沒錯 面對後來居上的競爭者們 拋出的巨額橄欖枝 那些供應商 都會毫無猶豫地和我們毀約 這樣 也算一算 目前想要停止和我們合作的 十億家違約金 加起來一共有多少錢 五百七十萬元 我們要付出一巨額的廣告費 到最後 我們都是掙錢的 你簡直是個天才啊你 放心吧 跟著我 不會讓你受苦的 徐先生您好 我是王劍 盛唐的董事長 我今天來呢 是想正式地邀請你加入我的公司 支票 我也已經給你帶來了 一個億啊 以下內容可能涉及我私機密 請無關人員回避 那你們先談 我的生意啊 一向由我的老婆做主 我的生意啊 一向由我的老婆做主 坐著吧 這是我們盛唐 針對百貨公司的企劃書 董事長的意思是 只要你願意加入盛唐 那麼百貨公司 將由你全權負責 讓我頂著盛唐的名義 開我的公司 給你們掙錢 你們可真會打算啊 徐大哥 你知不知道現在盛唐的企業 資源和地位 大家都是為了正經 徐先生有什麼想法 但說無妨 大名鼎鼎的盛唐 昏心不濟 什麼妖魔鬼怪都能見 讓我不免懷疑 你們的用人制度 你和林昌的恩怨是私事 生意廠上不分公司 我用我的實力 證明了我的誠意 但是你們 也得表明你們的誠意吧 要不盛唐這座小廟 怎麼能容得下我 這頓打佛呢 喂 人事部嗎 從明天開始 不 從現在開始 林昌不用來上班了 把林昌所有的資料 發給合作方 說盛唐全行業封殺子 你問我是誰 你們董事長會告訴你 將來在盛唐 我是誰 按照徐總經理 吩咐地去做 合作愉快 崩殺一個人 比一個億的支票還 這個林昌 究竟做了什麼呢 讓你這麼狠 怕什麼都沒來得及 但是我要做的事 十八可能要發生的一切 惡殺的搖籃 王農 我對 你這個位置 這可是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的寶 難道徐總 還想把我的位置 取而代之 一師生一人 願意出一個億 說明 我有正兩個億的能力 難道 我沒資格提要求 說吧 我倒要看看 徐總經理的胃口 到底有多大 我要做 盛唐合魂 財眼 財眼 您什麼時候出來的 你真的沒有出賣我 沒有 都是徐幻章那小子幹的 是嗎 是的 就是那小子 他就是當初拿著 從您那兒騙走的 兩百萬發的假 現在 盛唐要花一個億請他 他瘋狂著呢 這個仇 我遲早要找他算 敢踩上我的頭上尾 讓他生不如死 我看你和徐幻章 關係 理解 想辦法回到他的身邊 氣你斷生 不是財眼 您現在就別說笑了 他徐幻章恨我入骨 恨不得把我拋尸街頭 我怎麼可能回到他的身邊 去做事呢 徐幻章那小子 對你傷心得很 你們就像貓和水 把李萬榮於無種之間 你童年可以利用這一點 他鬆起 你肯得咬他一個 可是財眼 就算我接近他 我現在是金飛機 我 我拿什麼和他抗衡啊 一個造假的情形 像新人炒地皮做生意 他不是喜歡借刀殺什麼 就借盛唐這把刀 讓他嚐一嚐被陷害的味道 這麼晚了還在辦公呢 秘書說你從中午到現在 就沒吃過飯 怎麼 剩他沒了你就不能賺了 哎呀 我這剛來公司啊 得適應適應 早點看完 早點出息 畢竟啊 董事會那幫人 對著一個億很不滿 我得早點拿出項目來 要不王總 也救不了我 來 沒想到啊 出國這麼多年 你的手藝還是這麼好 幻章 老實說 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想過我 不是財演 您現在就別說笑了 他徐幻章恨我入骨 恨不得把我拋尸接頭 我怎麼可能回到他的身邊 去做事呢 徐幻章那想法 對你傷心得很 你們就像貓和鼠 把你玩弄於 弄長之間 也同樣可以利用這一點 讓他鬆起 你可得咬他一個 可是蔡英 就算我接近他 我現在是金飛機 我 我拿什麼和他抗衡啊 一個造假的情形 我相信人炒地皮做生意 他不是喜歡這刀殺什麼 就借盛唐這把刀 讓他嚐一嚐被陷害的味道 這麼晚了還在辦公呢 秘書說你從中午到現在就沒吃過飯 怎麼 剩他沒了你就不能賺了 哎呀 我這剛來公司啊 得適應適應 早點看完 早點熟悉 畢竟啊 董事會那幫人 對這一個億很不滿 我得早點拿出項目來 要不王總 也救不了我 來 沒想到啊 出國這麼多年 你的手藝還是這麼好 幻張 老實說 這麼多年 你有沒有想過我 小薇 我結婚了 當初可是你一聲不吭地離開了我 如果現在我還是混起街頭的窮小子 你還會這樣說嗎 不是你想的那樣 徐哥 魏姐 我真的知道錯了 這個 是才爺和曹家村的交易戰 裡面 還有王總一直頭疼的 曹家村的拆遷明細 留下我吧 我能幫到盛堂 曹家村征簽 表哥收到口風 曹家村村口要建鐵路專線 如果我們能把地皮拿下來 沿著鐵路專線修建新城區 一定能鑽不少 是的 雖然曹家村的人獅子大狗 但是有了這個賬本就好 我曾經和財業一起去曹家村交易過 倒買股東是違法的 曹家村的人一鑽也一鑽 曹家村我去過 那兒的人蠻橫得很 林昌既然認識 那咱們如果拿下這個項目 那董事會那邊也有招待了 你拿著財業的帳戶 去威脅曹家村 這是斷了財業的生物 如果你們不知道 你知道你的想象就是什麼 會比阿茂死得更慘 我早死晚死都是死 不如拼死給自己拼出一條火路來 如果能跟著徐大哥 我 或許 還能有機會 五十萬 幫我拿下曹家村 五十萬 王總他們去的時候是一戶十萬 曹家村一共有兩百多戶 辦不到事吧 五十萬就五十萬 只要能讓我留下 我認了 曹家村地皮至少值三億 你讓林昌用五十萬拿下 這簡直是天方夜譚 他想留下 就得拿出本事 證明自己的價值 就像當初 你們不是也是這樣 考驗我呢 我給他五十萬 已經夠多的了 要是我 從十萬賺到一個億 也就需要一個月 你是商業奇才 他又不是 這世上能有幾個徐環章呀 有時候我都在想 你是不是有預知未來的能力 有可能哦 不過林昌這小子 最容易別壞 不過這次有可能 給我們帶來驚喜 問財姐 計劃進行得很順利 他已經讓我插手 曹小春的項目了 接下來按照您的安排 就算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他 林昀 回來了 今天累不累 還好吧 商鋪那邊呢 開始重新裝修了 百貨公司的廣告 隐岸計劃發出去了 你今天剛上班 感覺怎麼樣啊 挺順利的 不過剛去 還得適應一段時間 等我忙過這段時間 跟你一塊打理 明天啊 還得一早開會 我先去洗洗 睡吧 行 你先洗漱吧 嗯 這都快一個月了 什麼項目都沒有推薦 當初我就勸你不要衝動 花了一個億 請回來一個草包 這個窟窿誰來填 一個只知道投機取巧的股東飯 裝了幾次大運 就把他當成什麼商業器材了 炒地皮 能否買夾股東一樣嗎 徐總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只是他剛來公司 凡事總得有個過渡吧 他準備過渡到什麼時候 升堂可不想閒人 習慣讓大家再做出承見 就讓他卷出蓋滾蛋 我知道大家 覺得我不配做大事 不過沒關係 我也覺得 你們不配做大事 你用我做這麼棒 街頭不跟著窮小子 就凭我一路從街頭走到這 是聖堂取妖 不是我賴在聖堂不走 如果我離開聖堂 憑我自己的本事 照樣可以掙到你們一輩子掙不到的錢 大家都是為了公主 何其是他 這先是徐總正在推進 曹家生地區這個清醒大家看一下 畢竟像在一樁追貸 一五十萬的價值購物 曹家生這個項目 王董做班 開價兩千萬 他開價五十萬 別吹牛了你 頭哥 如果我們拿下這個項目 你是公司 如果我們 西方 荒蜂蜂蜂 我在公司的失望 是嚴重的能量 不如我 這可不能開玩笑 股份 我給你聖堂百分之十的股份 同時 副總的位置 業務 如果我輸 除了一 東街的鋪子 還有公司的企劃書 我送給公司 成交 在座的故意 是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思 這下我可賭大了 最好 別讓我死了 你們 是 代表 大哥 大哥 哎哎哎 你慢點 你慢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才在村長家耽搁了一會兒 已經談得差不多了 以前 一起來 一起來 抓緊時間 差了 一會兒人家 怎麼都不圓以前 你沒讓他們看財業的 我讓他們看 他們是沒有直接和財業交易 不過那個人家的兒子說了 只要停到位 往上停 而且 哎 老江 這就是你一種啊 你怎麼取不取總的呀 不要給我 我不知道你們打多主意啊 抓幾萬塊錢 把我們這地圈給抓了 抓了之後轉手賣給你 不要兩串 過多了 兩千萬的確有點多了 開罐更新價 你 哎 少點也不是不行 這個 這個物件 賣了 還給他幫助你收 還是去抓你 呃這樣三房了賣給你了 把他放著也是放著 對對對 你這算是想對人啊 比總好一點 這是萬波淘擠的 是國家的 這個我們 那兩千萬 一分錢也不少 哎 別別別別別 大哥 三百萬能收一個古董池了 一當免結 咱們倒手一賣 財业這麼多年都是這麼做的 咱們就要做這一次 不是 也可是了 只要簽了字 整個草家主人都是你的 回到上當 你就是這個 別有餘了 好吧 三百萬就三百萬 這是五十萬頂金 你先拿著 剩下的 回頭我再補給你 來 把合同簽了吧 簽呢 請 你們倆慢慢聊啊 我先走了 大哥 你先坐這兒等候 我去村裡處理點事情 等回城的車來了 我來接你啊 等我啊 誰啊 我在我家 我是 我老村里收地的 你丈夫沒跟你說嗎 上次趕你們走 真是還敢來 誰啊 你抓我 哎哎哎哎哎哎哎 你別喊叫我 合同就簽了 這不在這兒呢 我們沒見過這首歌 有什麼話 去裡頭選 走 哎哎哎 警察同志 我真不是騙子 我同事跟我說 吵架村裡的人 簽了字我才過來的 結果我到了之後 才知道 跟我簽字的人 他六七人 而且這個人 他不是屋主啊 是啊 他確實是我們聖堂集團的員工 您看 這是不是有什麼誤會 請堅定這個文物是真的 現在我已 打賣文物罪 向你帶走 等一下 警察同志 你們可以單獨聊聊去嗎 那抓緊 明昌不見了 他提供了陶家三線信 全是怎麼 這個陶罐 你去跟他 那五十萬是假的 是現在曹家村終於遇到 但是徹底忘了 你是會那邊 我讓表哥想辦法壓著 讓你出去再說 你讓雪露露露回來 走吧 哼 他人了 被關起來了 我和表哥還在想辦法 這倒楣文物是住嘴 案長怎麼犯這樣的錯誤 對了 他說了一句話 什麼 找徐榮 問 呦 怎麼也張得來 不然你活著出去 我 我還在眼 從一杯後吃完 如果不弄死的話 我老婆害的就會死 你必須死 幹嗎 吃死吧你 你 就死了 你 你死了 去死了 不然你死了 我告訴你 你趁早死了這條鞋 喝采也多對 天王老徒來了也救不了你 他就是想在這兒叫我和你 你問什麼救我 我金子是不是你的愛 你死無所謂 但我金子 你沒有個說法 當初要不是一個女的金子 我也得不到君子 我也想過你 你你enged 《女雅勒 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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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髮矣.髮矣 髮矣 髮矣 髮馬 我再幫他影媒 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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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ne Leigh toe me頭也我的手 我 sliver me頭有鑿 髮矣 我真zial cord 髮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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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olis 髮矣 髮矣 髮矣也是髮矣 你放心吧 你給我好處 不自然 我給你好處 了解一深夜冬天 出去之後 幫我找個人 到時候我弟弟你把劫子還給你 一步破捐 才一招眼線 如果你一會兒消失 會引起他們的注意 我給你打野火 一共當個出席不行 這樣 就沒了解的路得了 才一人老頭的精明不狠 等我出訴 我頭媽媽媽找個算帳 啊 開人大 哦 快醒了 開眼 開眼 啊 我諮詢過緊要的老師 像我哥這種情況 只要找到林昌或者當生那個騙子 我哥就能無罪釋放 但林昌現在下落不明 那個騙子更是一點信息都沒有 董事會那邊也逼得緊 陶教村不僅沒拿下來 還找聖逢所要天價的賠償 讓我拿來 許曉珊 讓 妹妹好久都見 還認不住我報告 妹妹好久都見 還認不住我報告 嗯 徐幻章让我给你们带个话 把金子还我 我可以帮你们找人 什么金子 怎么就这么一点 我当初放了金子 可是价值上百万 你试成之后我自然会给你 你这丫头 要回这习惯当你交的 我真想把你招去罢了 我包起我条件 你刚才说 你能找到那两个人 八号困境 要接这么些年 最不缺的就是演员 林昌现在在姚世界总会 我要抓人 趁走 大嫂 这可是好消息啊 可惜了 徐幻章 对自己当爹的事 一无所知啊 当爹 大嫂 你又洗了 你好好休息 万一有个好歹 我怎么跟我大哥交代 我也是才知道 本来想等着幻章回来再跟他说 二人说得对 你现在不适合跟着我们到处乱跑 有什么消息 我们会同时你的 嗯 你咱们还有心在这跳舞 阿宝你疯了吧你打我干嘛 你说我打你干嘛 联合姓徐的给我下套是吧 我 林昌我哥一次又一次给你机会 你为什么还要害他 要不是你哥 我早他妈在庙街称王称霸了 太太心了 受了那么多剧害人 他早该知道有现在的下场 你放屁 我哥做生意光明磊落 你们就只想着捞天门 赚不易之财 哈哈捞天门 我告诉你阿宝 就是他哥 拿了阿宝的金人 做了假古董 献了财爷 不然他们哪来这么多钱 买商铺 还反过公司 光明磊落 退吧你 我的心思 被你们用了 用他们 高哥 金子的事我们会给你一个交代 现在关键是把我哥给丢出来 我们先把林昌抓进警局 爸爸 徐焕章把你害得那么惨 我真的以为 他出来以后会放过你吧 高哥 也别一大胡说 我哥就不是知人不报的人 我可以放你的吗 但我要给徐焕章一个交代 把你那个同伙供出来 所以 deixa我住 你咬住 我不是 我会 我可以 自己 上 回来就好 工资还有很多事呢 明昌跑了 但我们的人 不会放过他的 这两个月 让你受苦吧 你答应我 以后不许 做这么冒险的事 你都适合当爸爸来人 要让孩子考虑 幸福来梦 过去的心 有有有有有 好一番河漏总统啊 我都有点不忍心了 看来采野 又想牢里的伙食了 我不介意 再送你进去 死 呵呵 生那么大的气感 今天来只是想问 阿宝是放手的 是又怎样 告诉你 我现在从前的事 可以一笔够相 你跟他有血还深处 敌人的敌人 就是你 好 那咱们就走 看谁笑到最后 去圣堂 你不回家啊 公司现在都乱成一团了 收购地皮 是最后一路 必须由我来完成 曹家村不是已经疼风了吗 你还有办法 曹家村修铁路的消息 已经传出去 除非是天价 否则这颗地皮 不就买不到 我就不明白 你当初为什么 担印了 所以你是几个布置 更刮到 让采野的灵伤 陷入两地 一键三雕都 没错 不过你说漏了意 盛藏眼下 其实是我的第四部戏 等会儿 我就让你看看 不是怎么印章 没了 脚步风云的 要不 不是徐总吗 给他来老李总不错 这来个月 团队能得白白旁盛的 我都把这门出来了 哈哈哈哈 如果你喜欢呀 你不要赵 你也可以尝一尝 嘿 徐总 和现在当初的同约 曹家村下目就不可能 徐总 徐总把总经理的位置 和意义的囚禁 把我们给盛藏老师 恐怕 这事得下来 你打出来毁约 这就是你要立保的人 小魏 帮我给你的东西 给你 盛藏机层增进进 盛藏当初给我的十几个亿 花了几个亿 你去买了十几个亿 郑桥赶上政府在全神新建成城 十万亿元的价值 如果 十万 加一块是 十个亿 不知道这个项目啊 大家买不买的 也不知道我配不配 为你 徐总一个项目 抵了十个曹家村 盛藏有你啊 那是盛藏的荣幸 曹家村 修理路的事 是你放出去的吧 不知道王董 有何见解 故意找高地价 让其他公司 等曹家村 无力破头时 再把修理厂的事情 说出去 曹家村 能够过这家呢 他们定会让家动手 徐总 知我者 王董人 盛藏有你在 还是最大人的东西 你喝醉了 不让人送你回去啊 你 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你喝醉就这样 来 干嘛 我不跟你玩酒后乱七那套啊 不是 我我跟你说个秘密 说什么呀 有没有一种可能 我真的来自未来 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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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是六十岁的徐焕张 穿越到了三十岁的身体里 那在你那个时代 我是什么样的 在那个时代 你没有机会认识 自从我们徐家的祖宅 被林昌卖给财业之后 我一生碌碌无为 后来二龙跟着我也 侮辱几土惨死 我被人陷害 关键牢域一切去 所以你这一次回来 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 难怪你在投机上面 仿佛开了天眼一样 还改变什么命运呢 我连身边的朋友 都保护不好 那你跟我说这些 是需要我帮你什么 你不是他鼓励 我就是希望一个 想清楚 施云是你老婆 什么都不告诉人家 这对他不公平 他知道的虐夺 挺危险的虐夺 你有盛藏平忧 王剑会保护你的 但是他不行 他从我们乡中的那一刻开始 频频的出事 不担心 大哥大嫂被被把架了 我给他大嫂做东西 发现门没锁 灯也没开 一进来就发现电脑的血迹 还找外账这些 傻瓜 带上家里所有的钱 就把精彩 让我都在石头上 从这个电脑 那还有电电看吗 他有钱我就给他钱不就好了吗 阿宝现在是逃犯的身份 阿翔能活下去 必须捡他 金子是硬通货 他用得着 可是什么 无论如何 今天让我看到金子 赶紧去找 文哲你别急 这事我可以帮忙 盛唐有私人金库 你现在是盛唐的董事 短期内调用不是问题 我马上给他们打电话 这女的一直在流血 这不会出人命吧 他偷了我的金子 我要她的孩子 很公平啊 去外国的窗 还有两个小地方 报告 我们的钱能拿到吗 那就要看这个女人 在姓徐的心里是什么位置 如果他不给钱 我就把这个女人 卖到块子去 阿宝你给我出来 好家伙 给我出来 把我老婆 我给你走 爽爽 你什么 哈哈哈哈 你什么 我只是让我底下的凶 可惜他增子都太弱 谁能帮我哪个拿走 哈哈哈哈 我杀了你 哈哈哈哈 把惊喜拿過來 哎 笑爹 你說你當初老老實實把你這房子賣 給林蒼田一輩子久 我也不知 我也不知 就連我早 просто這麼中年的衣allas remak 他嗎也感動 他嘛也感動 prohibit 那根基地 你不喜歡吃別人果實嗎 我今天讓你嚐了你的青蛊肉怎麼一樣 你有經驗啊 不要説 你厭浮不淺呀 不僅有大老婆 你也应该遵守承诺 犯了不顾的人 哈哈哈哈 既然有辣老婆 还有小庭人见诸 那天豹哥没时间跟你玩呢 等你有了孩子 再搞我 从昨晚到现在 你也应该遵守承诺 犯了不顾的人 哈哈哈哈 既然有辣老婆 还有小庭人见诸 那天豹哥没时间跟你玩呢 你再搞我 从昨晚到现在 你都没合过一眼 医生说 事与没什么大碍了 你去休息会吧 我知道 孩子没了 对你打击很大 但这事也不怪你啊 阿宝一出门 就被财业派的车撞死了 阿宝一出门 就被财业派的车撞死了 就说明恶人自有恶人魔 警察现在 正在全面通缉财业 没有人能够再威胁到你们了 任长呢 还没有消息 这事就是他干的 是他偷了财业的车 伪装假象 你能顺着监控查 行 那你呢 我没事 我真希望我能给我可怕什么 阿宝算上该死 但总觉得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金子 对了 收货现场有没有金子 没有啊 阿宝逃跑一定会在这儿金子 他也把他撞死了 枪走了金子 是林昌 盛唐的黄金都有专属的刻印 一旦流通出去 很容易认出来的 你去找监控 我去找金子 咱们分头行动 走吧 好尽我这一生 触法都已跑开 一生何靠 小王 管车 孩子没事吧 孩子没了 没事姐姐啊 我们再要好吗 我想回老夏了 我不想待在这儿 好 你想去找我都陪你 我不同意 当初你说你要入圣堂 我花了一个亿给你走事 你说你要和我平起平坐 我给了你勇士和鼓鼓 现在你说你要离开 你把这儿当成什么 商业风云鬼爵 我累了 怕 你害怕继续走下去 会给你身边的人带来伤害 你害怕事情脱离了你的掌控 你害怕你所拥有的一切 会变成轻而易举的催促 你害怕做出错误的选择 所以导致不堪涉嫌的地理 是又怎么样 难道我没资格害怕 我已经给盛堂乱了很多的钱 我不接 最后一次 把你从圣堂拿走的金子 给我拿回来 到那时你想离开 我不拦你 目前只有道路主角那有三处间口 而且天黑 拍到的画面很有限 市面上大大小小的金店 我都问过了 但是都没有人见过圣堂的黄金 这可是几十斤的黄金啊 它能藏到哪去 这么多的黄金 想要搬运很不容易 他们一定还有其他的交通工具 如果我是林昌 绝对不会让未加工的黄金 流窜到市场上 林昌是带许家长大 造假融竹的技术 他多少都会以恋 你们看 这一次 他们差池难逃 哎 哥 小薇呢 抓醉犯这么危险的事 你没让她来 哥 你和小薇没什么吧 我听说大嫂被抓走那天晚上 你喝多了 是小薇送你回去的 你啊 想过 你记得 我这一生啊 你只爱你咋子呢 我也不是怀疑你 我也知道 小微年輕貌能夠能力出眾的 如果說你對他沒意思 你 你想追他先好好上學啊 等你閉了夜好好掙點錢 還陪著上他 有東西還有行星考虎別動 情況即便變變什麼呀 以後人跑了 咱們到底螳螂能夠嗎 你啊 我老大 既然拿著一千萬招搖過世 你還把罪名成家在我的頭上 居然曾經都在攻擊我 你他媽的活得不太晚啊 哎 這根咱們好商量 這根沒商量 阿暴死了 現在學校快上了 車都開了趕緊報警啊 你別過來啊 過來我就殺了他 好啊 你動手啊 你動手啊 徐冠章 你給我滾出來 這位是你的情人 你見死不救啊 出來啊 上 上 蝦哥 攝影師的女友 組一個人 我們一口強大的 有 你看你高移一個召型 2位 為什麼 為什麼 我對這里大學生 但蕭無故他是無辜的呀 放給他 換我 我 我 你們當我是猴了啊當我不存在呀 不要 阿榮我要殺到你們你們敢出賣我 我要殺到你們 呀 呀呀 啊 婚長婚長你醒醒 徐榮徐榮你醒醒 婚長 婚長 阿 阿榮 都已經回到了進口了 你答應我的事情 你做到了 今天來就是想問你 你是選擇繼續留在聖堂開設事業 還是選擇離開 做一個紅色組 林昌找到了嗎 聖堂會親近全力 我要讓聖堂的實力無處不在 政 傷 文藝 無孔不入 直到找到臨場 而她 碎事萬斷 來 喝點豬腳湯 阿榮 小心 他啊 行了 不吃了 你的腿 醫生怎麼說 醫生說 撞到了脊椎 下半生 有可能 才能一生途破了 媛媛 你不會嫌棄我吧 你瞎說什麼呢 我現在是個病秧子 可能一輩子都懷得傷 我還怕你嫌棄我呢 只要你不嫌棄我 一生一世 生生世世 我都要纏著你 看來我來的不是時候 打擾了 哎 薇薇 你等一下 我想跟薇薇說會話 你先出去一下 好 薇薇 我也不跟你繞彎子了 你是不是還喜歡慣張 我不想對你撒謊 但是我沒有想過要破壞你們的家庭 我感謝你的真誠 其實我有件事想拜託你 你說 有什麼需要幫忙的 我想你會患張 有個孩子 什麼 這怎麼可能 我們不是那種關係 天下 你放心吧 我會找全城最好的醫生看你的病 不必了 爸 你怎么来了 首长好 我会带您回首都 我请到您 从军往后 不许再纠缠我女儿 思雨 也还好 你们还没女证 师叔长 您要不认我来的女婿 也没关系 但是现在云月大病未遇 不能在路上颠簸 你没有资格和我打不交文家 我在女儿 我受了受 可是 当初你过了老病 非要好了 这个人生地步组的地方来 开什么火锅店 现在打好 店没开成 身体反正垮了 给我回去 首长 女儿的店不是没有开上 而是出了这状况 你们之前发生了什么 我不管 我现在只知道 我女儿身体垮了 我必须带她回去 而且 首都的医疗条件 比江城好 留在这 你能给她什么 我只话跟你说 你配不上我的鱼 走 走 不回去 走 走 走 回家 你喝再多也没用 诗云不会回来了 维飞 来 坐下 陪我喝酒 阿荣死了 云也走了 我在江城 只剩下你一个朋友 其实我今天来 也是跟你道别的 为什么 盛唐要在纽交所上市了 我得赶过去 了解当地市场 不是说 过来的市场 已经打理好了吗 国内市场 才刚刚起 我需要你 我怕的就是这个 你知道 诗云林走前 跟我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他说他希望 我跟你有个孩子 我当时就拒绝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诗云走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压抑 心里对你的感情 我必须离开 哥 你担心这个 你可以不用跑到 国外人间的地上 我可以离开 我可以离开盛唐 我们不要见面 不行 你现在是盛唐的核心 离开了谁 都不能离开你 都走了 我还留在盛唐 什么意思 你忘了吗 我们还要找林昌报仇 还要把盛唐 打造成你想要的样子 如果我爱上的人 不是你 还有多好意 既然人都到齐了 那咱们就开始 徐冬 在想什么 没事 那我们开始吧 刚才说到哪了 莲花山景区的开发 我觉得这个项目不错 可以投 莲花山虽然地理优势 得天独厚 但是原始深山第一次开发 你有把握招揽到客人吗 景区开发呀 靠的就是拨噱头 只要故事变好了 像什么三生石啊 情人谷啊 望夫楼啊 等等 故事变得越精彩 游客呢 自然就不会少 按照徐冬说的剧作 记住 噱头要大 要猎奇 要新颖 下一个提案 这个可是重中之重 关于高清区的开发计划 大家看看 这不就是上世纪 最大的地皮诈骗案吗 土地拥有着非法集资竞标 骗了无数开发商上议 导致多名地产企业 现金流断容 盛唐那一年 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地皮里啊 最值钱的就是住房 高清区这块地 大面积平原 江水直线环绕 未来几年啊 整理还会把多所高校名校 都搬到这里 我们围绕着这些学校 来建造住房 它就是妥妥的学区房 我不同意 高清区的这块地 不理解 有什么不能投的 该调查的都调了 干干净净 关系那边 我已经打点好 至于这次竞标 非盛唐部署 高清区呢 之所以叫高清区 就是因为它的位置偏僻 便于建造各类工厂 你想啊 又有多少人 愿意把学区房 建造在工业区里 徐董是不是多虑了 难道上面传下来的消息 还有错不成 我得到的消息是 高清区这片区领海 未来还要建造 填海工程 扩大面积 难道政府把钱砸在这儿 只是为了方便排工业费水 这未免也太大财小用了吧 大财小用 说得好 我们江城呢 是以重工业发家 盛唐集团最大的项目 就是紫金山 矿石的开采 紫金山 离高清区 不过就是几十公里的距离 紫金山下面 有一条河 直通高清区 如果做大面积的开发 恐怕会造成最后的塌陷 胡说八道 难道领导人的角色 还有错 开发高清区没错 但是 搞集资 画大饼 就是空城逃盘法 我看你是吃过医子亏 就投手济气 你根本不知道 拿下高清区这个项目 对于盛唐来说 意味着什么 只怕是出世未节 深险死 天海工程是一个好项目 但是对这个时代来说 实际还未着 急于求成 恐怕会酿成大货 盛唐若是参与这场 世纪骗局 只怕是在上街 总是尽到 是老板 高兴吃的地皮 真的被崩盘了 所有人都觉得 那块地皮非常好 你炒过股吗 股票啊 刚开始流行的时候 知道的人少 那个时候啊 随便买几只 都可以发家 后来呢 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其实啊 这是一个偷摸发财的事 很多人知道之后 就到了敛财的时候 我还是不太明白 我跟你说的直接一点吧 你有一个漂亮老婆 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 我问你 你愿意带着你最帅气的朋友 跟他见面吗 当然不愿意了 万一他要是看上别人 瞧不上我怎么办 所以啊 我懂了 高兴区 就是漂亮老婆 你错了 是圣唐 什么信号塔 现在呢 还是秘密 今天咱们买的两座山脉 很快就会被电力塔 跟信号塔覆盖 90年代的网络 飞速发展 最缺的就是信号塔 激战的扩建 咱们江城啊 虽然靠海 但是四面环山 塔的位置 跳的就是山尖尖 徐老婆 你可真厉害 这商机都被你发现了 咱还有钱电塔 钱呢 倒是没有了 但是电力输出 跟信号塔建 属于政府工程 这圣唐一辈子 做不到的事情 我徐焕章做到了 哥 是不是有什么 内部渠道啊 你怎么知道 这内部开发的走向 说也有 也没有 比如这信号塔建 其实是我猜的 猜的 那万一猜错了 咱不就买了 我坐荒山吗 猜错了 你一坐 我一坐 咱们去种树 猜对了 咱就飞黄桐达 青云至上 那王总那边 是 书来 哎呀 希望这一天 不要来的那么快吧 学老板 学老板 今天是江城 竞标日 你之前报了名 咱去吗 走 去操作热闹 看看报信学 为他们找是什么样了 老哥 萧薇去国外 没有传回消息啊 没什么特别 就是一些人 他要是回来 看见我 跟你们奔一心 一定 今天 报信学这篇 师老板 这天天吃火锅 受不了 再吃我自床到房 你懂什么 这开心的时候 就应该吃火锅 如果我老婆在的话 就知道什么叫人间美味 是火锅 哎对了 这么久了 还不知道什么叫什么叫什么 我叫员工 员工 员工 是工作的工 好员工 这名字有意思 等信号塔呀 建起来了 我分你一座山 一年呢 至少让你挣八五 什么信号塔 现在呢 还是秘密 今天咱们买的两座山脉 很快就会被电力塔 跟信号塔覆盖 90年代的网络 飞速发展 最缺的就是信号塔 基站的扩建 咱们江城啊 虽然靠海 但是四面环山 塔的位置 跳的就是山尖尖 徐老大 你可真厉害 这商机都被你发现了 那咱还有钱建塔 钱呢 倒是没有了 但是电力输出 跟信号塔建 属于政府工程 这盛唐一辈子 做不到的事情 我徐幻章做到了 哥 你是不是认识内部局道啊 你怎么知道 这内部开发的走向 说也有 也没有 比如这信号塔建 其实是我猜的 猜的 那万一猜错了 咱不就买了五座荒山吗 猜错了 你一坐我一坐 咱们去种树猜对了 咱们就飞黄腾达 青云至上 那 王总那边 是 说 哎呀 希望这一天 不要来得那么快吧 几个月不见 气色不错 腿还是不能动呢 半身不随了 不过还好 王哥 你怎么样 如你所见 当初啊 我真应该挺你的 意识到这就是一场 掏空我们资产的骗局 没想到我做了一辈子生意 自己却栽了进去 谁也无法预知未来 如果你选对了合作方 这一步 或许 能改变盛唐的蜜语 谁可惜啊 一步错 步步错 落寂无悔啊 嗯 我和盛唐 都付出了代价 哎 你呢 听说你当初 你买的那几座山被照顾看 一路修了电力打和信号基站 当初砸了500万 如今用了不少吧 还好 不过成功拿下了未来20年 电信网的基站 我当初 花一个亿请你的时候 你比我们任何人到处 商界这条路 一分是紧对了 时间大了 走了 网哥 老李呢 我认识一些朋友 我已经打完招呼了 在里边 你不会受委屈的 有什么需要 一定要及时联络我 金链启事迟重 我相信 你会打造出一个比盛党 还要广旺的新天地 你走了 永悦 回来了 你回来怎么也不告诉我啊 我好让人去接你啊 身体怎么样了 舒服点了吗 你爸 现在不能接受我吗 老首长 我爸听说了 你搞电信基建的事 他有个老部下 在电力局对你啊 暂不绝望 说都亏了你 咱们江城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成为全国模范城市 把心思用的 建的国家之上 说明你是靠得住的中文 以前 是我对做生意的人 中京网号 你最赢了草屁 如果让我知道 什么地方对你去 你看我老了 我枪的 见识的 是 老首长 还叫老首长 是 爸 老首长 欢迎光临 师傅 这是汪家寨 送来的开业礼物 说你啊 在江城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不仅工程第一 连生意 也是江城第一 他们想陪你 吃个饭 喝个茶 吃饭喝个茶 今天比较 现在咱们的沥水湾工程啊 是政府的工程 跟这些村民啊 还是少点接触 人家也没有别的意思 师傅 你是不是太敏感了 这是原则问题 小圆 世人说无奸不商 咱们创立云地集团这二十年 已经成为了全国模范 靠的是公道 师傅 你看我师傅 还是原来的老思想 好了 今天是百电同庆的好日子 少说两句 小圆啊还年轻 做事啊 肯定没你想的周到 哎呀 我这不是 行了行了 蓝村的书记啊 在包房等你呢 快去忙吧 好 我进去了 苗老板 王家寨的事情 你答应过我们的 办得怎么样了 刚想和徐焕章说的时候 打回来了 你也知道他是出了名的油盐不惊 最忌惑的就是官商勾紧 你们想乘上厉海湾工程开发这辆大船啊 没戏 哪儿的话呀 这是 如果你能成功说服他 并买下王家寨的地皮 列入工程 我们会再给你 两大袋 特产 不是钱的事 我们云笔集团虽然是工程方 但是厉海湾毕竟是政府工程 这王家寨的地理位置和条件都不达标 从一开始我师父就给疯了 云笔替上面做这些事 自然有上面的条件 只要徐焕章松口 你我两方坐等收成 何愁不能在里面大捞一笔 马秘书 你们地皮开价可不低 蓝村一大笔征签款 你让我师父怎么交代 怎么和上面交代是吧 把计划中的蓝村划出去 把王家寨放进来 钱不就有了吗 你说的简单 蓝村 征签开发的重中之重 整个厉海湾都围绕着他展开的 人命比地贱 江城以前就出现过 因为死人 而患开发商的事情 你不会不知道 等我信 我回去再看看 好 袁老板 跟你师父说一声 不狠心 可发的个惨 不过这一点 我觉得你比你师父厉害 等信吧 坐 什么时候的事啊 怎么还死人了 就一个小时前 我们工程部正常拆楼 结果一挖机下去 那个时候已经迟了 那一家伤口都送去医院了 不是所有人都疏散了吗 怎么还出现了楼里藏人的情况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事先地检查过了 徐老板 这会不会影响到咱们蓝村的 真谦啊 废话 出了这么大的事 厉害外开发 再也没有你们蓝村的份了 不管怎么样 那一家三口的治疗 咱们得全权负责 那我先回村里处理事情 有什么情况再和您联系 师父 蓝村出了这么大的事 咱是不是应该 及时止损呢 如果死人这事传出去 咱云地集团 怎么和上面交代啊 你背后藏着什么 师父 拿出来 厉害外开发的事情 是你透露出去的吧 汪家寨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替他们这么满面 现在蓝村死人了 工程也有去 你满意了吧 开发汪家寨和蓝村本质上 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你早点听我的 咱们和汪家寨的人搞好关系 那根本就不会出这些事啊 他们为了名额 连命都不顾 这跟黑社会有什么区别 你跟这种人打交道 早晚要了你的性命 不过是开发图的事 光是一个汪家寨的地皮 就能让我们赚十亿 十亿啊 十亿 愚蠢 离水湾工程 那是国家级饮水都流的项目 就算我把汪家寨列入计划内 他们也会捞一笔 巨额的拆迁款 留之大吉 留给我们的是数之不尽的烂摊子 这对云地集团来说 是灭顶之灾 你知道吗 你只顾你背后的那点矛头小力 根本意识不到宏观世界下的权衡利弊 师父 对不起 盛唐当年就想一步登天 结果没了着陆 我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我不想像他们那样 找不到林昌 我就不能没有云地 师父 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 再说 林昌 可能早就已经死了 你可以离开江城 去更广阔的地方发展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我的好几十人生 差点就毁在他的手里 林昌一日不死 我就一日不得安宁 师父 汪家寨的事 我去和他们说清楚 蓝村的事 我来负责 我不会让这件事 影响到公司的 老板刚才有个客人 让我把他交给你 你去那炼当场 这里就是当天的师父 对地生亡的地方 那财 你有本事抓到我的女儿 没本事出来见我吗 这里阴森森的 林昌 你给我滚出来 二十年没见你还好吗 你知不知道 天天在脑里想什么 两个就是 你必须要慈怀我的面前 老天有眼啊 我一出狱 你自个儿就出唐门来了 我们之间男人 跟孩子没关系 一个从孤儿院抱养归来的孩子 半红宝贵 你自己的青春儿子 流落他生这么多年 从来没人过问 徐和张 你还死了人吗 你说什么 什么儿子 今天是我们领养的没错 他在实际 我们一直把他当亲生的 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什么都不想 你让他走 我走 你为他妈妈 师母 你一早就知道 师父的瘫痪是装的对吗 其实我也不清楚 你师父在做事啊 一定有他的道理 今天要不是你师父救你啊 你过去找救你 我就是没想明白 师父为什么要装瘫痪呢 我在他身边待了整整十年 十年啊 一点破绽都没有放线 喂 哎秘书 袁老板 我正打算给你回信呢 嗯 关于利海湾项目的事啊 还是保持原计划 你给我的钱 我还回去呢 至于蓝村的事 我希望不要再发生 我也不会保证 我未来会作用 大不了于死亡 碰 你给我的钱 我还回去呢 袁老板 现在 利海湾的项目是一个烫头的山芋 希望 你们能挺住 以后未来 还会有合作的机会呢 出其不意 先发之一 兄弟 我看你这次 你 喂 干爹 徐晓 到了你爸那边呢 不要跟他唱反调 毕竟他现在已经发达了 他只要肯帮你 就一定能找到外公 我明白了干爹 到了那以后 我不会和任何人提醒你的存在 等我拿回属于我的遗产 就回来孝敬您 好 弟弟 你告诉妈妈 你今天为什么要跟那个人走 你知不知道多为什么 妈 你知不知道爸还有个私生子 那个财爷都跟我说了 是被你们从雇人院抱回来的 爸还有个婚外子 许家以后一切都是他的 知不知道 在说什么 少装了 你和你初念其来的那些是 那个叫财爷的男人都告诉我了 说什么对我妈不离不及 当年他刚一走 你转出就和信箱都滚到一起了 你真让我恶心 我不许这样跟你爸说话 弟弟 弟弟 乔先生这些结果出来 确实你们是亲生父子 自己看吧 小卫生的我的孩子 本生这二十年不联系我 为什么 我猜到你也不会相信 已经突然冒出来一个十九岁的儿子 换谁也相信不了 但这亲子鉴定 是真的 谢谢娘医生 你们先聊会儿 我还好 他死了 十年前因为家族病死在了国外 我没有收到过任何消息 他当年选择离开 就是因为知道自己的结局 这病是我们家族遗传 包括我三里都躲不掉了 你的十年 是怎么过来的 我妈给我留了笔钱 够我用一辈子了 只不过 一个人还是太孤单了 所以这一次我回国 就是为了找你 和外公认亲 听说他前阵子出来了 爸 你有见过他吗 爸 这是谁 没礼貌 这是你哥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你妹妹徐迪 你好 我叫小雨翔 你是 你这么没礼貌 跟你哥哥道歉 我没有哥哥 这个家容不下我 我走就是了 你嘴干嘛 你嘴 你们是谁 你们要干嘛 救命 就是聪明伶俐的徐迪 你们要多少钱 我可以给你们 不要伤害我 不要钱 就是要跟你玩个游戏 猜一下 在徐幻章心里 是相处了十八年的养女重要 但是她的一群年少 还是四处 你定了 我咋 我十八岁了 才跟个孩子一样 都是我们皮水爆 我再来的路上 看见有不少人打进学校的住宿 爸 这不不出事了 你先不要抱歉吃饭 这个人都不想 啊 雨翔 带你开小空间 任财业也临死 你准备怎么跟雨翔说这事 我还能不够 刚才雨翔说 有人在大庞龙的住人 最近是太平 你也要不放心 赶紧把你带你去找回来 不是 不是 来自那死人的事 上清闻了 那些当中 正在生讨我们呢 那帮人 都把我们的住宿里发出来了 这往后赶呢 六五五三三三三三一 五五三三一 五五三 回去吧回去吧 啊 我给你招待 来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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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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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行李说的起点没错啊 天油加醋再加工 酒吧我们说成了无恶不赦的香身霸却 哎呀 新稿子的人真是用心良苦 喂老子正忙 哎市长 南出的事 我们都已经解决好了 不是我 哎呀 我们一定会好好解决的 市长说 蓝村的事 影响太大了 厉害班工程 先搁置 在我们解决之前 他们要无策性的合作房 那咱们投进去了请 工程款都是云堤堤 租租十几亿啊 车到山前比有路 咱们再想办法 这次算是碰上高手了 咱们 我有办法 我妈给我的以前里面 有一种别墅的钥匙 她林匠姐和我说 这里面的钱 有好几亿 你想 这是你妈留给你的 拿回去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分你我呀 乖人啊 你一回来 就给云堤送了一份大力 师傅 几亿虽然不多 但是你能让云堤撑一阵子呀 难不撑 让公司几千号人和西北风啊 我说不行就不行 师傅 那咱后边怎么办啊 我们又没做亏心事 还躲什么躲 他们朝我们脸上泼脏水 你就一点一点的擦干净 云堤这二十年 将成近半数的云堤 带来了再就业的机会 在泡沫时代 推动了全球行进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老百姓的心事宁静 我就不相信 没有人知道我徐冠章到底是什么人 啊 你放开你 总监商 穷人一家三口在地府团聚 师傅 你们在别墅里开派对 简直不是人 老板 爸 爸 没事吧 没事 我还有点行李的朋友呢 我帮钱庄你们会合 好 我慢点啊 师傅有这么一个送钱的儿子 我要是滴滴啊 我也害怕 你害怕什么 怕什么 他对你没用吧 他一个抱养回来的 本身就比有血缘关系的人吃亏 更厚靠 这笑语祥 还握着几亿资产 谁都会偏心 我就不会 生不出孩子来 我们决定去国人院抱养的时候 我发誓 我就会把提力当成我亲生的孩子 你最好啊 管住你这张破子 以后在公司啊 别让我再听见那样的话 知道吗 知道了师傅 吃了完 看完苏非要三套人命 我把鸟的推荡不过分 你开个价 想要多少钱 你要骗屁的 你明星连见面就是大咕嚕 我抓的行 这个像是这样 那明星啊 有一栋别墅的想要多少钱 你说我曾经想要救他 救了别墅见我 我就说应该把药水过去 送上门的钱不要 这就好了 在我这儿 钥匙怎么会在你这儿呢 这绑匪队伍动态了如指掌 我担心里边有诈 这雨香刚走就被绑 这未免也太巧合了 师傅 会不会 这儿子也是假的呀 亲死鉴定不会出错啊 可能这里边有信息被我们遗漏了 裁爷出狱后怎么知道自己有一个外孙 肯定有人故意给他放了消息 想借财业的刀杀了我们 这背后一定有一个对你们过去非常了解的人在操控全局 会是谁呢 财业的余档 还能有谁 林昌 我找了你这么多年 你终于出现了 那这要是 他既然这么生起邀请 那我们就去一趟 他输了我这么多次 这一次想赢我 没可能 原爹 我们真的要这么做吗 徐婉璋他们 似乎并没有我想象这闹过开 你懂什么呀 徐婉璋 抛弃了你们的怒子 又霸占了你们家的所有的财产和事业 陷害你外公入狱 在他处旅当天 又害得你一家人 永世相隔无法相见 你刚才就跟他们玩了一会儿 就心软了 我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来 你记住吧 别让我说 师傅 什么味儿啊 一开灯 我没劲 一开灯 我们就得被炸死 快走 你 开门 放我们出去 徐婉璋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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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是我 在這什麼事我可怎麼辦 這不是要保證 但經濟上我能保證的事 留給你生女兒的錢 花到下面 不許你這樣說 你要平平安活到80歲 你要在這兒 我下輩子我下下輩子我都纏著你 知道了 师傅 这想要怎么办 他是我生活的工作伙伴 也是唯一知道我秘密的知己 这一点 谁也不能 给他在我心目当中的位置 话说的好听 只不过是简欺你负罪感的借口罢了 不管你想不相信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的存在 如果我知道 当初贺小薇错误的那一个 他怀了我的孩子 我会给他一个交代 给你一个说法 或许 我在你心目当中 不是一个有责任的夫妻 但是我希望 你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去秘密 去教授 好啊 那你去死啊 好 我 你想杀了 就拿起这网刀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 死在你的手里 我不后悔 很棒 傻孩子 都是一家人说什么对不起 以后你和弟弟都要好好的 我和你爸姥姥以后 公司都会交到你们手上的 是我害了弟弟 你什么意思 干爹说有徐弟子 喝一下我的一尘进一尘 我还在那里 你怎么 你怎么 我还在那里 你说呀 弟弟怎么了 今天早上 我把徐弟气走以后 我还在那里 是他们把徐弟帮走了 就在他家 是我 这万一又是骗局怎么了 就算是先去 還要去 是你也想害我一人 走 等等我 師父 師父 弟弟 這是怎麼會是啊 爸爸為了救我 他為我打了一台 然後李章了他的暑假都跑了 八蛋 師父 我怎麼看師父交代啊師父 龍月 師父 嗯 快寒了 你 你 我 你 你用的 已經走了 你快走 為你出汗你這無能奸商 你們別欺人太甚 當初你們被迫下崗 是我師父和師母 給你們創造的就一機會 你們想創業的我師父投錢 你們想上班的 我師父給你們找工作 你們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那是怎麼樣 他一個賣火鍋的還那麼多錢 肯定是搞工程貪污的 你們就是 來把賣火鍋拿去 徐萬聖 你也有金點 我錢和公司都給你 我老輩子 你還要怎樣 你想要我命 那你就拿去吧 你可不能死啊 你要好好活著 看著我怎麼一步一步的坐上你的位置 雷露 分了我這麼多年到處來什麼都沒有了 師父對不起你呀 師父 你說這些幹嘛呀 這些都是我心甘情願的 當初要不是你 我早死了 那款盛唐集團 破產的時候摘台高柱我就跳樓了 是你救了我呀 債太高柱 我們現在拿林昌無可奈何 是沒有得到他當年犯罪的證據 他給我改不了遲遲 林昌呢貪經太重是永遠改不掉的 如果他知道現在他手裡的股票是一堆廢紙 我要演出戲 逼得讓林昌親口說出他自己犯下的罪行 師父 你不會是要拉雲林一起排葬 相信我 沒有我改變不了的心念 即便是死期 我也能扭轉賢困 既然已經拿到了我爸的財產 為什麼不殺了我 你以為我想留你了 只不過你現在對我還有用 不會再幫你做任何事 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真是瞎了眼被你拼了這麼多年 你和你那個殘粹老爸呀 都一個樣啊 愚蠢至極啊 在這個弱肉強食的世界裡 還把家人朋友放低位 太可笑了 像你只有蛇蟹心腸的人 一直在你自己 真心拖鞋這個世界存在真情 曹晃也會惡過自食 這個世界所拋棄 自私自利有這麼不好 至少我可以得到我小鳥的一切 而你們這些所謂的正義使者 只能成為我邁向從工的眼鏡使者 我感到噁心 你長大了是嗎 你是不是長大了不是 就殺了我 我不會殺你了 我到現在 還是一個身負命案的通緝犯 接任公司這種事情 我不能出騙人 所以我必須要有一個 做 傀儡 讓我將雲敵的自殺 全部轉為現金流以後 我會給你一個做 是心妄想 別忘了 那個殘忌老爹還活著呢 只要我意識一下 保管可以讓他生不如死 你 你不是重情義 講仁義嗎 你不會對你爹見死不救吧 這一招 叫做邪天子以令諸侯 是你爸教我的 這怎麼回事 這記者哪來的 股東大會都還沒開始 誰叫政策記者來讓他們滾蛋 請問今早曝光的二年前徐幻章 董人長肇事殺案的視頻是否出事 加上藍村強拆事件 已引起社會軒然大波 雲敵股票跌入谷底 作為股東你有什麼想法 你給我說清楚 這記者怎麼回事 我怎麼知道 倒是你和徐幻章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二十年人的殺人錄像都會翻手 外表就醜犯天了 雲敵集團要完了你知道嗎 胡說八道什麼 這些視頻是假的 視頻裡清清楚楚的拍到了徐幻章的臉 當時他為了拿信條當機的殺人 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嗎 所有人都覺得 雲敵集團董事者 黑社會 合作單位要後悔決裂 面臨著幾個億的賠償 股東手裡的股票 連草紙都不如 雲敵集團 現在要面臨幾百億的負債 幾百億啊 雲敵集團完了 都是你和徐幻章害的 徐幻章根本沒殺人 證據的 那倒是我開車撞死的 拿了信條以後 我根本都可能活著 這視頻是假的 假的 視頻當然是假的 我督租等了二十年 二十年 我根本都可能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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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嚇到我的錄音又如何 負面消息息全是整個商機 我們的股票要跌停了 我給你錢 和你的事業全部給你毀了 為了拍攝這段展示 還費了我不少工夫 做的局啊 都是傻的 你也不想想 在九十年代 怎麼可能有這麼清晰的行車記錄儀呢 是你傻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他媽殺了你 不是你乾爹 兒子乾爹 鞋簽子已經租活的 我 最後可是給你們一字 哪些 你行 放開他 你 徐漢章啊 你再有本 也不可能讓藍村死掉的那三個人復活 我給你留下的爛攤子 都折磨你一輩子了 一輩子 我真的想到 你為了陷害我 掃心病房的這種 藍村一家三口雲不掃面 無論我付出什麼代價 我代表雲敵都會負責到底 好一個代理人 我沒有輸 你弟死了 你老婆死了 你的世界因為我而終止了 我沒有輸 也許你不記得吧 那是上一世的事情 你躲走了屬於我的一切 這一世 我躲回來了 林昌 從此以後 你就消失在我的世界裡 灰飞煙滅 雲昌 林昌 你摔劍無殺 請給我走一趟 你很好啊 我摔劍 你兩趟 去天下 好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